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新车出体验 今天我们来体验的呢就是智己的LS7 最早我就参加过这个智己品牌的发布会啊 那当时呢 它发布的是智己的L27 那这款车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定名 那听完发布会之后 其实我就对智己这个品牌啊 非常有信心并且也非常的好奇 因为毕竟它背靠上汽集团 然后同时呢 又出了一个这么前卫的 这么一个造型的产品 所以当时我对它呢 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啊 体验到智己的产品 所以接下来呢 就一起跟随我的视角 来了解一下这款智己的LS7 关于外观方面啊 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啊 无论是智己的L7 还是智己的LS7 我觉得设计都是非常成功的 那我们这个呢 是一台顶配的车型 那所以啊 它标配了两个激光雷达 在车头前面的这个位置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传感器 所以它也具备着 非常高阶的一个驾驶辅助 那从酒店到这个位置 我们在路上也体验了一下呢 在上海的这个拥堵的高价路况上啊 它的表现还非常好的 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解 那接下来咱们到车内看一下 它的座舱表现 刚才我第一次坐上车啊 就发现了这个半幅的方向盘 它这个造型特别可爱 特别像一个卡通人物 在做鬼脸的样子 然后这个半幅方向盘的 选装价格呢 是2000块钱 价格倒不贵啊 然后实际体验起来 我觉得其实挺新奇的 但是当你在这种倒车 频繁的去转动方向盘 然后包括像是在 我们这种小路里边啊 你要频繁的打转向的时候 你还会发现 它是挺别扭的一种感情 因为有时候我会不经意的 去露上面 然后发现是空的 然后这个时候方向盘 就会噔往回瞪一下 然后吓我一跳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如果追求 新奇体验的人 可以选装感受一下 但是我建议啊 还是常规的原型方法就够了 然后自己LS7的座舱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科幻的 当时在发布会讲解的时候 我也听过了 因为当时就讲了这个 巨大尺寸的一个贯穿式屏幕 那这个屏幕呢 还是支持一个上下调节的 在下方这个屏幕上边 就可以把它伸缩 或者说是排出 然后它的这个整体的UI界面设计 我非常非常喜欢啊 真的 因为它这些图标设计都特别可爱 而且它的颜色搭配也非常这种小清新的感觉 我觉得不光是女生喜欢这种感觉 我觉得对于作为一个男生而言啊 我也特别喜欢它的这种风格 看上去特别的俏皮 非常有意思 然后它的这个里边当然搭载的也是高通销楼815的这个芯片 所以它在屏幕的操作流畅度上啊表现的非常非常好 那也就是说大家所谓的那种跟手感啊特别特别强 基本上你一动它就会跟着你走 而且没有任何卡顿 所以在体验的流畅度上表现的非常好 再有呢就是它整个座舱输入还是非常好的 主驾驶啊副驾驶啊包括还有后排啊 右侧的这个座位都是一个零重力座椅 所以你坐在上面会感觉身体是比较放松的 而且比较舒服的整个状态 OK那关于它的座舱呢我就说这么多 那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它在驾驶辅助 包括动态方面的表现 刚才我们一路过来啊 从酒店到我们拍摄这个地儿 路上一共有50多公里吧 然后基本都是比较拥堵的一个路况啊 然后在高架上呢也是走走停停 但是在高架上呢 我就开启了它的这个领航辅助功能 说一下它的表现吧 我觉得它在逻辑上啊 在这个驾驶辅助里边 其实相对来说啊是有一点点激进的 最明显的呢就是它的自动打登并线这个功能 它只要发现前方车辆比较缓慢 然后同时呢左右的这个位置又够你并线 但是它马上就会执行这个并线的一个动作 那不像是有些车啊 可能会保证右边的这条车道 比如说很大的一段距离才会去并线 它不是它很准确啊 就是在不影响旁边车道正常行驶的情况下 马上就完成这个动作 我觉得这一点设计来说啊 可能日常你开起来 它的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 除此之外呢 它的车道保持啊 包括还有它的这个跟车辅助啊 包括它的ACC自身巡航 这些功能都非常好用 对车道的识别 包括对前车距离的把控 对车速的把控 包括啊 启停这个速度的这个把控啊 都非常的准确 开起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老司机的味道 那其实对于自动驾驶而言 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就是预判 这一点我觉得对于这台自己LS7而言 它有激光雷达呢 所以它的这个视线的距离会更远 那对于它做这种预判的动作呢 会更友好 所以我发现啊 它在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像旁边的车道往里并的时候 那么首先它会及时识别道 并且啊 并不是很突兀的去减速 而是比较柔和的啊 去制动啊 这一点体验上来说啊 会给你更大的一个信心 那你介入的次数呢 就会少很多 所以基本上在高架上这一路过来 我基本上就没有介入了 它自己去完成并线也好啊 然后啊 出达到也好 说到这儿出达到 它现在目前啊 这个驾驶辅助 它只能完成出达到 但是出达到之后 这道路还是需要你主动去介入的 那么目前还是没法完成这个啊 城市路况的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驾驶辅助的 那除此之外呢 在动态方面啊 其实之前我一直非常期待 因为它是威廉姆斯团队进行长轿的嘛 最初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底盘方面表现非常好 那么这个实际铁之后我发现也确实如此啊 这台自己的LS7虽然是一台SUV车型 但是它的底盘的这个韧性 包括你的指向的精准性 还有车身的灵活性表现都非常好 我觉得开起来是比较随心所欲的那种感觉的 而且啊在经过这种起伏路面啊 包括像是这种坑马路面的时候 它的悬架的绿热效果也非常好 会感觉非常的轻柔 这块底盘的表现 所以坐在里边啊 你会感觉啊 又舒服 然后驾驶人又会感觉到有不错的操控乐趣 我觉得这一点啊 可以看到我觉得上汽集团在底盘调料这方面 还是做出了大厂该有的水准 相比于啊 有些新制力品牌而言 它在底盘调料方面的经验啊 确实更足一些 自己的LS7呢 我觉得在各方面表现啊 都还是比较出色的 那尤其是在驾驶辅助方面啊 啊 它的无论是逻辑也好啊 还是它的表现也好 我觉得都还是非常聪明的 那它对标的竞争对手呢 其实最直接的就是哈维塔11 那那款车啊 之前我们也体验过了 这两款车 其实它在各方面的这些表现 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唯独就是外观啊 包括内饰啊 包括配置这方面的差别 那就看个人喜好来进行选择了 在我们发出一条视频的时候啊 我相信自己的LS7 已经推出了一个77千瓦时的一个低电量的版本 那它的最终售价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 不知道是不是和大家的一个心理预期 那那个版本呢 其实它无论外观也好 还是加速方面呢 都是一样的 唯独就是它的后排座椅啊 是没有这个零重力座椅的啊 然后它是常规的一个五座布局 所以后排座椅能进行一个放倒呢 那它的其实后备箱的空间呢 拓展度会更强一点的 OK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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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